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 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好 我们历经了上个礼拜的大地震 还有余震不断 廉价期间 其实美股的表现也只是差强人意 但是廉价期间 台积电的ADR倒是上涨了将近一个百分点 几乎全世界都在关心 台积电有没有灾损的问题 但是台积电也发表声明了 他说全年的营收预估展望 是完全维持不变的 这似乎也让台股打了一记强心针 今天我们又创新高了 来到了20487 这个数字念起来就不是很好听 而且现在全世界有些很奇怪的现象 油在涨 黄金在涨 美元在墙 过去我们常常说 他们互为敲敲板 现在好像有一点乱掉了 联准会有可能今年不降息 为什么好像对美股现在看起来 还没有成为沉重的压力呢 这些都要来请教今天的三位来宾了 好第一位是我们的股市师公 永年老师 永年老师 今年进股市已经第50年了 他也从来没看过 怎么会有油价金价美元在同一个方向 所以等一下会来解读一下台积电 现在依旧是台湾的护国神山 也是台股的支撑 但是刚刚讲的那些奇怪的同向现象 会不会影响全球股市未来的走势呢 另外今天大家看到有很多所谓的灾后重建股 大涨特涨到底涨的有没有道理 有电线电缆 还有营建营造 永年老师今天全扫描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机油股 好第二位是我们的选股教练维泰 好选股教练今天帮我们做足了功课 三月营收到今天为止 有蛮多家都陆续的出炉了 那维泰帮我们找了一找 我们要知道三月营收出来 代表第一季的成绩已经要揭晓了 好歹要比去年同期更厉害嘛 但是呢教练说了 他发现里面飞电族群比较强哦 反而是大家很期待的AI概念 例如伪创好像不尽人意哦 等一下会帮大家做一下扫描跟解读 到底怎么看我们这些上市柜公司的第一季营收 好第三位是我们观众朋友 已经帮他取了新名字的 晋级风火轮艾伦分析师哦 好艾伦今天呢 也要帮大家来解读一个盘面上很重要的现象 大家看到双红散热现在的股王 又唱新高了 但是双红第一季的营收结出来 跟去年比是年减的耶 我们需要担心吗 艾伦说以他的风火轮选股数 帮大家找扩散股 我们不见得要追族群里面最贵的 可是有很多已经补涨上来 今天虽然很多档散热机壳是涨停板的 但是都刚突破平台整理区哦 我们就来听听看风火轮怎么帮我们找强势股哦 好首先有请师公 好师公我们今天还在讨论对不对 现在很多现象是你进入股市 50年来都没有看过的 对 所以不能退休 太稀奇了 对 因为我一定要看他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再来考虑要不要退休 但是我们也很关心 现在这种很奇怪的现象 会不会对美股台股未来的后市会有压力 对应该是会有一些的这个状况会出来 那怎么说呢 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这个台积电的表现 其实照理说呢 台积电呢 他要表今天应该要表现的更 比较差一点 我想说你要讲什么 比较保守一点 结果呢 他今天盘中的时候 哇表现得非常强势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发现了 我不能没有你 对 没错 你一定要没事呢 对 你可以没有我 可是呢 你不能没有台积电 OK 好 那么台积电呢 他这个现在 18号要法作会嘛 那现在法人的预估就是说 他有可能会挑战最强第二剂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为什么会有办法挑战这个最强第二剂呢 因为呢 高速运算跟AI相关 用两大这个动能在点火 所以呢 他有机会来挑战这个最旺的第二剂 这是以美元来计价的 那如果以台币来计价呢 那大家可以发现 因为最近台币在贬值 那所以呢 用台币并这个计价的话 那营收呢 这个第二剂的营收 有机会突破6000亿美元 6000亿台币 也是历年同期最佳 所以不管是用美元 或者是用台币计算 他都有机会挑战 历年来最佳的第二剂 那么刚才有提到 刚才有提到 现在的万物皆涨 对 这非常的奇怪一件事情 我真的是没有看过 我真的没看过 那很短的期间之内 是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可是呢 你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很难得 怎么说呢 其实我们看这个美国的S&P500指数 对 它今年 今年的涨幅 大概是差不多是在13% 13点多 对股市在涨 股市在涨 那这个西德州原油呢 它的涨幅呢 今年的涨幅 大概是在19%左右 原油在涨 原油也在涨 那油价涨 这个还有股市涨 这个是合理的 那美元也涨 美元涨了大概3% 那这个都还算是合理 都还算合理 因为你经济景气好啊 资金很多啊 对不对 那就好 可是呢 金价不但涨 还创历史新高 可是会不会就是因为钱太多了 对 所以干脆把这些贵金属 也把它买上去好了 好 那如果是因为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可以 这个真的要细谈的话 大概30分钟讲不完 我懂你的暗示了 后面两位来宾回去休息了 对 没有办法请留下 OK 其实我要讲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就是说 那么 这表示你的资金是非常多的嘛 对不对 资金非常多 那请问你还要降息吗 当然不行啊 对啊 就不需要降息了嘛 都已经暴力升息了 还这么多钱在外面跑 对 没有错 对不对 所以现在就面临到一个问题了 你现在既然表示你的市场资金这么多 那你不需要降息啊 可是市场又很期待你再降息 要降息啊 那所以呢 在这种很矛盾的情况之下 那到底会演变出一个什么样的后果 那么我们拭目以待 我认为呢 快的话啦 在第二季末 第三季 就应该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是 那慢 最慢最慢 明年第二季 大概就会看出来了 还要到明年第二季 最慢最慢 第二季 因为中间卡了一个 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 那所以呢 这个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个金价的涨幅实在是涨得太厉害了 涨太凶了 不合理的那个涨幅 OK好 那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台积电 这次地震呢 真的是凸显台积电的厉害的伟大的地方了 你看台积电工程地震后一小时就回场 那个日本人 日本人是很努力的一个民族了 对不对 一个国家了 他们都吓一跳 哇 你们怎么会这么厉害啊 对不对 那事实上呢 像在合理眉 曾经接受外媒访问 他就说 如果地震发生在半夜的话 工程师都知道 要赶快起床赶回公司 这个真的真的很了不起 可是我讲句实在话 在台湾 在台湾 其实大部分的员工 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对 我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台湾员工 真的非常的厉害 还是有点为他们担心 对 其实这个在国际上 真的很罕见的一种现象 那当然台积电呢 现在已经 自从看到最高点的 796块以后 到目前为止呢 已经盘了20天了 那明天呢 第21天 以菲莫兰茨系数 大概是一个时间转折点 大家可能要稍微的注意一下 看他到底是往上冲呢 还是要往下走 好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谈一下 这个台积电 它这个载机指数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 稍微的提供 讨论过一点点 那我们这次呢 跟大家讲 因为呢 在3月29号那一天 台积电呢 占这个 它的权重 占整个市场的权重 就已经超过30%了 那超过30%呢 就开始起算 那大家想说 那台积电影是不是 应该要跌了 对不对 应该要跌嘛 因为你在3个月里面呢 如果 连续3个月里面 如果有45个交易日呢 它这个权重 权重的是 超过了30%的话 那我们台湾的这个台子旗 就要打入这个载机指数 那打入这个台水指数呢 那这美国的这个资金 就不能进来了 那所以会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上一次呢 是2020年11月30号的时候 那一天 它开始正式突破30% 那然后呢 一直 它这个一直到呢 到1月 到了1月的时候 1月21号的样子 达到最高点 所以股价达到最高点 它反而没有跌 它开始涨 我的感觉是这样了 既然我知道 你一定会被纳入载机指数 那么一定要卖 一定要卖这个台积电 那么我就先拉起来 我先拉40% 然后呢 再杀下来 我拉高起来出货 一直到2022年的1月的时候 见到高点 688块之后 2月开始到10月呢 外资一共卖超将近120万张 把它的股价呢 打到呢 多少 370块 而且呢 是什么时候看到370块 因为它10月24号 是解除载机指数 隔了一天 它就盘中就见到最低价 然后就开始一路涨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载机指数 它对于这个台积电 还有包括我们台湾股市的影响 有多大 那么按照上一次的经验呢 我觉得 还是有机会涨 先涨再说 对 这个先涨后舟 如果要被列入的话 先涨再说 对 没有错 好 然后呢 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呢 我们就会看到 其实呢 当然大家都看到 注意的焦点都是在花莲 可是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不管是这个台北市 桃园啊 还有基隆 其实呢 都是有一些老旧的 这个房子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所以呢 一共呢 应该讲说 像是呢 这个台北市的平均屋林 将近40年 哇 真的是很老了 那所以讲 按钮宣布要进入大多更时代 那我们就看 因为其实 每一次的地震完 其实都会讲 都会讲这句话 没有多更啊 或要怎么样 那我们就要看 他这一次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 可是不管 能不能够做到 那么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能看得出来 可是呢 今天呢 营建股跟这个电线电缆股 不啰嗦 他直接就反应了 直接表态 直接就表态了 你看涨停板的啦 其实都有 那为什么会有电线电缆呢 那其实很简单嘛 你一个房子 你要改建 或者是要新的房子 要盖起来的时候 一定会用很多的电线电缆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营建股 营建股呢 现在大家就很担心了 这个 这个如果是 我现在如果还住在 我的老房子的话 那我现在一定吓死了 你知道吗 我要赶快换房子 那么 所以呢 恐怕会有一个换屋潮了 那台积电建厂 又遍地开花 这个买房的磁吸效应 所以第三个就是 公共工程预算有创新高 而且营建股的殖利率 其实是相当高的 平均税率相当高的 这四个原因是造成营建股 大涨的原因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列出来的 这些的股票 你注意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其实如果再要列的话 还是有 就是至少有十档 这个营建股 十档以上的营建股 它的这个殖利率呢 现金殖利率 是在4%以上 所以它的平均水准 是相当高的 那三月份以来呢 其实法人呢 也吸引了很多法人 开始进场 只有这两档呢 就是华谷跟达新宫 这个三大法人 是站在卖房的 可是呢 其他的几乎法人 都站在买房 所以它筹码呢 也是对多头有利 那电线电缆呢 就是这样子 我们没有买房 也可能会有老屋翻新 翻修槽 是 对不对 反正势头来了 什么好处它都有 是 有没有买房都没有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那个 你这样看 像那些房子一震 哇 有点裂痕啊 怎么样 大家就要开始 就要开始翻修了嘛 然后同价又创 14个月来的高点 达到9300美米 第一桶也不啰嗦 先涨停 对 没错 然后强认电网计划 电线电缆也是受惠了 还有一个非常重点 AI时代用电量暴增 这是全世界的状况 那所以呢 我们看这些电线电缆股 二月份营收 虽然不见得是 每一家都是这个成长的 可是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本益比 当然华新的本益比 算是比较偏高了 其他的都是在20倍以下 那当然大家会讲了 因为传统产业股呢 它的本益比 应该是以15倍左右为基准 15倍左右为基准 可是呢 如果说它的题材 真的能够发挥的话 其实呢 可以到20倍的 好 我们看到华晨 今天其实盘中也创高 对 只是甩得超厉害 吓死人了 震荡超大 对 吓死人了 所以也许这些 比较中低价位的 对 相对 会比较受到大家的青睐 因为太高的股价 大家真的会怕 OK 好 所以我们看看个股 以个股来讲的话 2504的国产 是 这一档股票 真的是闷了超级久 不是 你真的是多长的线 我这个是用季线 就是三个月一根K线 因为用月线 抓出来看不出来 1987年 OK 你是把921考虑进去 是不是 没有 我是连这个民国70几年 那个时候情况都考虑进去了 OK 那其实重点是在这里 它从2001年开始就见底了 真的 两块多 就见底了 然后呢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23年 是 23年的底部出来了 底部 不过它最低有两块多 现在好歹有41块 是 可是呢 你用长期来看的话 其实它现在呢 虽然看起来 哇 已经涨到四十几块了 对不对 可是呢 跟当初的高点 181块比 那还早了 它现在还在底部区 是 对不对 所以这支股票 我觉得 短线上它已经 有一点过热了 可是呢 整理一下 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再继续观察的 OK 好 再过来是长虹 知名的营建股 对 长虹呢 它其实也盘了五年了 这是月线图 你不要看 但是它没事 你就盘了五年 所以呢 那现在呢 刚刚突破五年的高点 而且呢 它上档了 并没有什么大量的套牢压力 所以这支股票 技术面上 可以值得注意的 短线上 可能要稍微整理一下 不过长期还可以值得注意的 好 电线电缆股呢 我们看一下 大亚 大亚这档股票呢 它这个台电的强盛计划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刚才我们的大亚日常都把他们的这个力多都讲了 那重点在这里 你看一下 它在创一波创了新高以后 然后一路就回到 1234567 联收7根黑K 最近有一些16族群都是长这个样子 创高后 对 拉回 它拉回 然后今天呢 又拉出一根长虹 拉到长虹 而且呢 它今天的成交量其实并不大 表示怎么样 其实它的这个筹码是稳定的 筹码是稳定的 现在我们要观察重点就在这里 它这一天的大量 大量套牢区要赶快的站上去 大概是差不多在46块 是 46块我们再往上加的话 大概46块半 如果能够站上的话 它的股价再创新高 大概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这一点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 那另外呢 就是宏泰了 宏泰呢 它的情况跟这个大亚有点不太一样 因为呢 大亚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往下的回挡 那宏泰 它是做个收链三角形的回挡 所以它的整理形态是比较强的 然后今天呢 拉出长虹 对不对 今天涨了8% 可是呢 你注意看 它的成交量 没有突破这一个大量 这表示什么 价创新 波段新高 量没有突破新高 表示怎么样 表示呢 它的筹码是更稳定的 更稳定 用小量就突破大量套到亚历区 所以呢 它的筹码是非常稳定的 这档股票 我觉得是可以注意一下 而且呢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这是日线图了 在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它在这个今天呢 在表现的情况 还是很稳定的情况之下 短线上我们就注意看 只要量价不失控 它应该还有更高点 可以值得起 好 这边非常谢谢施工 永年老师 好广告回来 我们的选股教练要上场了 他帮大家提早做功课哦 今天4月8号 3月营收 蛮多都已经出炉了 我们来看一看 其实现在非电子很棒哦 里面的圣记股 更是一支独秀 好我们知道 一二月过去 可能会有所谓的过年因素 所以两个月的营收 加起来看 但是3月已经摆脱 这样的因素了 而且第一季的营收 也随着3月营收出炉 也可以看到第一季的表现咯 那到底第一季 点点名谁最好呢 大家很关心的AI 今天伪创也公布了 但是却是一个年减的状态 我们要担心吗 一切就要交给选股教练了 你今天是地图炮 因为3月营收出炉 就什么产业都有 是那么有部分的公司已经公告了他们的一个营收 但是呢 通常呢 能够越早公告营收的公司 基本上都是对自己的一个展望 是很有信心的 比较有自信 而且我们上礼拜也卡了一个连价 是 对哦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呢 先跟大家来做个抢先报 这个是3月份的营收的一些好成绩单 那里面呢 有一些是月增 有一些年增 甚至呢 我们也统计了一下 就是1到3月份累计营收年增的一些公司 是 OK 那刚刚赵华所提到的 像是伪创的部分 它月增10.8% 但年增是小幅度 衰退5.4% OK 那它的K线图到这边 OK 那简单讲一句话就是 它是三好一坏 三好一坏 三好一坏 哪三好呢 第一好就是整体架构来看 它其实整个股价是维持在高档的强势整理 是 它并没有说回档的很深 OK 那么第二个好呢 就是外资 外资先前在这边一度有呈现买超的情况 可是在这个 拉回过程当中 是让外资有稍微做小调节 不过呢最近有点让子回头的迹象 外资的持股开始去做个回补 那么外资呢 让子回头 可是投信呢 看起来有点不离不弃 从这个三月份开始 这些所谓的应该是ETF的一个调节 对 告一段落之后呢 又开始回头去买超 所以总共是这个是一好 股价的强势整理 这个是二好 外资让子回头 三好就是投信的这个所谓的不离不弃 对 那一坏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我个人比较归毛 你个人是不是 好 你看哦 这个明明就是一个整理的一个阶段 对不对 对 可是它的一个成交量 看起来不太像整理 怎么说呢 忽大忽小 忽大忽小 通常这种忽大忽小的这种成交量 比较像是短线上面在进出的这种成交量 可能有当冲隔日冲的人比较多 对 所以这就是有一点点瑕疵的地方 否则 以它这种外资的这个买法 投信买法 早就应该过高了 是 所以你现在对它三月的时候 微幅年减 你觉得还好 我觉得个位数年减其实还好 我觉得还好 一到三月其实还是年增的 对 还是年增的 OK 但是有一些例如说像联永 对 联永它算是个位数的一个年减 但是你回想看看 在去年的三月份 就是那时候大家就在讨论什么 Driven IC 有没有 下游的这个回补库存的一个 这个需求 就开始传出来了 OK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 它其实现在的这个 今年的订单 没有像去年一样 有些所谓集单的 回补的一个需求 它去年那时候强调有集单 对 OK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个股的因素 但整体来讲 这个三月份 所以这张表格来看 应该可以说是 瑕不掩瑜 瑕不掩瑜 甚至像台光店 今天还涨了8% 为什么 我觉得其实有点 优于预期 对 因为我有去check一下 它吊单这件事情 业界的看法 对 对 一切说 不会到伤筋动骨 对嘛 就是说它只是说 原本的订单都还hold得好好的 只是说新的 例如说巨200的订单 有一些分给了其他的竞争对手 对 OK 那我们等一下会提提看 另外一家这个 这个所谓这个 这个PCB的公司 我觉得可以最后就留意 但整理来看呢 这个上半部是属于电子相关族群 我认为其实还在这个 中上的程度 那下面有一些 我觉得其实之前 比较没有涨到 例如说像德韦 对 它的月增年增 累计一到三月 也是呈现双位数的成长 像这种就是很明显 就是在今年的业绩 有开始往上做增温 而且有可能在接下来 因为它在这个 购置新厂房之后呢 可能它营收 还会再往上再做个走高 我们赶快看一下一些 就是从三月份营收 我们帮大家筛选出来的一些 值得做留意的一个标的 那也可能就是所谓的 第一季的财报的黑马股啦 那我是看三月份营收 它是年增 而且累计前三月的营收 也是出现年增的 然后市值呢 最好大于百亿的一个公司 像六或七四的台药 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这个除了台光店之外 另外一家 它在这个今年呢 有接到这种所谓的就是 AI相关伺服器的订单 是红伯基板 新街的新街的公司 所以可以观察到这一波的往上做走高的过程当中 它都沿着短期均线往上做走高 OK 那外资呢 在先前低档做了一堆布局之后 这边其实算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一个短线上面的调节 但基本上持股并没有太大的松动 但重点是六或七四的台药 它本来就不是外资的菜 它是投性的菜 它投性的菜 投性越买越多 对 投性基本上有买它就涨 有买它就涨 所以像六或七四台药这种个股呢 基本上就是以投性的筹码为主 伟太 其实啊 台药真的不错 之前大家多多少少有介绍过 可是看来大家对它的目标价会定在200块 可是现在已经190 所以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吗 我认为基本上呢 像这种今年有可能会新接到AI订单的这些的一个公司 现在才三月份 四月份的报告 我觉得其实今年还长得很 搞不好接下来呢 就有机会呢 往上调高它的目标价 所以其实只要投性这边的一个持股 没有出现明显松动 基本上我觉得手中持有的投资朋友 应该可以先做续报 好 先放心 它的均线也都没有转入 没错 再来第二个是3260的威刚 刚刚在那个表格当中也开始观察到 它是这个月增跟年增 累计之后也成长的一个公司 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呢 这美光的中科厂 有传出一些不好的一个消息 灾损的讯息 所以使得国内这个机体厂商 目前呢都停止报价 那只要一直停止报价 大家就预期 接下来报价会往上去做拉高 那手中有一些低价库存的 其实说像是磨出厂商 很可能就直接受贿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威刚 它整体的结构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类似在做一个震荡的一个主体架构 那么外资呢 最近这一个礼拜 也是持续的去进行一个买超 所以我想不管是威刚或先前所提过的这个南亚科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特别做留意 好 那生计其实在这个礼拜有一个题材 就是证交所有办了一系列的所谓的业绩的一个展望说明会 那这个公司里面包括像是药华药 包括像是金硕等等 都有在他们邀请的一个这个名单之列 但实际上呢 其实从三月份营收的一个表现来看 的确有很多的公司 他们的月营收的一个表现真的都不错 终于是200多%的成长 然后台药 这个是学民药的 那它今天比较出现一个重挫 原料药的部分 对 然后像德因 药华药 金硕等等 这些基本上都有蛮不错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表现 那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像生技医疗相关的个股 它比较没有所谓的淡望剂之分 只要这些 例如说他们拥有的这些所谓的一个题材 能够持续的发酵 基本上像什么干细胞啊 免疫细胞等等 或者所谓医疗人工智慧啊 大平台等等 只要这些的一个产品项目 能够持续受到市场上面的关注 营收往上做成长 这基本上就没有所谓淡望剂之分 OK 好 那除了这个生技之外 下面这一块 基本上是属于就是汽车相关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 有跟大家分享到 就是AM市场 在美国 接下来会有一些这个展望跟转机 所以其实我预期接下来 其实不仅仅是东洋 其他的可能像是地宝啦 提威器等等 我觉得他们接下来营收都有机会 不要说逐月啦 至少我们觉得逐季往上做成长机会是有的 OK 那这个在第二个就是族行部分 就是在这个汽车类股 好 那我们看一下一些就是值得做留意的 例如说像汽车类股里面像2497的以利店 OK 以利店呢 它现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立即是在东南亚的一个车市 为什么要特别强调东南亚 因为过去这三五年 基本上呢 全球的这个车市啊 成长比较快的就是中国 可是呢 中国最近呢 有非常多的所谓新人员车 在打这个价格战 是 打到连一些就是原本在中国设厂的外资都受不了 包括像尼桑啊 Toyota Honda等等 他们接下来都打算要到东南亚去开拓市场 所以未来东南亚的车市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还要更为热 所以以利店呢 它这边也是早就布局东南亚的一个市场 所以我认为说 它在接下来 它的这个汽车店 有可能因为东南亚车市的一个加温 然后呢 它的营收也就往上做个成长 那事实上呢 在最近这两个月的一个营收表现 其实都有出现成长的一个表现 甚至呢 外资呢 从三月份开始就有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买超动作了 那加上股价已经修正了长一段时间 但它确实就是一路下修 是因为它中国的市场 出现一些状况吗 应该说中国市场 因为前阵子就是车市嘛 就是有一些就是萎缩 那最近是因为这些车厂都纷纷的寄出 所谓低价促销 所以对它来说 有机会触底回温 对不对 对 没错 好 这个是在一粒店的部分 抬头显示器 再来 这个是生计股里面有两档 一个是4147的中域 我们刚刚有看到 它的月营收的YOY的成长是200多%的成长 而且不是只有一个月 就连续两个月 三个月 它的月营收都是出现快速的一个成长 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呢 它跟这个 这个South Arab那边的药厂签订了 这个所谓的艾滋病新药 在中东跟北非的独家销售合约 那所以它现在看起来 它的这个授权金陆续继续会进账 所以可能它接下来的一个获利 也会往上做一个提高 那目前看起来这个整个股价 也是属于在相对低档的一个 主体阶段 终于的话 因为它艾滋病新药已经非常有名 也不用等什么解盲了 现在就是看它跟谁有签到合约 让它的营收可以往上冲 用这样的方式来看 对 没错 好 那么再来就是药华药 我们刚刚提到 在这个礼拜有这个所谓的 证交所主办的生计的业绩发表会 那药华药也在受邀之列 那它一样跟中医药 它是血癌药 它血癌药的一个部分呢 目前看起来全球销售是稳定的一个成长 那包括像中国新加坡跟马来西亚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 未来的发展行动非常的好 那现阶段的股价呢 也是在这边去进行一个 低档的一个横盘整理 但是呢 大股东的部分已经开始有出现 增温的情况 大股东这边开始去做增持 所以我认为它接下来 等到它这个季报的一个数字出来 应该都有蛮不错的一个表现 好 再来看一下就是 其他两个就是非电的部分 一个是电机机械 一个是纺织的部分 那电机机械呢 这边有一些的一个个股 其实因为他们彼此所做的一些项目啊 其实有一些差距 有些是做模具呢 做这个设备 也有些去做车灯相关的座位领组件 或者是一些所谓精密的一个轴承设计等等的 那这里面呢 除了这个电机机械 我觉得是个股表现之外 还有就是展望 就接下来的这个7月份的巴黎奥运 有一些加公司相关的一个个股 或者是诚意相关的个股 其实最近的营收 也开始慢慢的做一个加温 那这些个股里面有几档个股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特别去做一个分享 首先第一档个股就是1455的集胜 OK 那通常加公司都是在每一年的年底 跟隔年的年初 会有一些所谓的一个旺季的效应 那它这次也是也是类似 但这次呢 从3月份2月份开始呢 就往上去做一个走高 我相信这个跟所谓加公司的平均驾动率 往上做增加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那重点就是说 它在大户持股的部分呢 也是一样在最近这一个月 出现明显的增加 所以看得起来 这个大股东对于它后市的一个发展 是相当的具有信心 再来另外一档个股呢 就是3167的大量 是 大家对大量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那我个人也曾经去拜访过这家公司 它最早其实是在做PCB相关的一个设备 是 那我们知道在设备的相关的产业来讲 我们一直都有强调所谓的国产化的部分 那它算是比较早期入就是所谓的一个设备国产化的一家公司 它除了PCB相关的这个设备之外 像这光学检测 也是在也是它的擅长 OK 所以在这一次呢 受惠到AI伺服器跟周边需求的一个攀升 所以一些所谓高阶PCB的一些设备 或者是这种所谓的半导体后段先进封装的需求 也开始持续的加温 对它的业绩来讲都是有正面的一个效果 你看业绩的这个成长表现 OK 都是YY 连续好几个月都是属于正成长的 所以其实从外资的部分也在这边 从今年开始就持续去进行买超动作 所以以目前来看 我觉得像这些具有这种所谓的研发能力 又搭上这个AI伺服器的一个题材 高阶封装的题材这些个股 接下来后市可以特别做观察 会不会等于说如果今年第一季 它就缴出不错的年增率 让它全年的展望 我们也可以比较乐观的来看待 没错 好 这边非常谢谢选股教练维泰 谢谢大家 好 广告回来 我们晋级的艾伦要上场了 晋级的艾伦就是喜欢什么呢 喜欢选强势股哦 那今天双红哦 哇 强势创高 有很多二线的散热或是饥渴族群 也都纷纷表态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奇怪的 IC通路的文业最近是比较弱 但是其他的小型IC通路股 倒是蛮强势的 到底怎么看呢 好 台股今天又创新高 我们发现一个现象哦 每一种产业都有机会轮到 但是轮的速度越来越快 甚至同一个产业里面 高低基齐不同的个股也在轮动哦 这时候就要找谁 就要找我们的晋级风火轮艾伦了 找到里面轮起来的强势股 胜率才会提高哦 好 艾伦哦 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个很奇特的现象 像双红又创新高了 但是很多二线的扩散出去咯 散热也好 饥渴也好 也有很多的强势股 位阶看起来比双红是矮蛮多的 对 但是反而这样更有后面的波段可以期待嘛 但是IC通路我觉得很奇怪 文业之前最凶了 他现在休息好久了 反而是其他的IC通路股在表态 没错 这个就跟有一些 因为文业是比较大颗型的嘛 对 可是今天最近啦 比较强的是这种小地形的 像什么帽轮啊 或者什么雅系琴雅啊 其实表现都很不错 对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 我们等一下就来看一下他们的这一个 这个技术面的状况啊 或者说未来题材是什么 好不好 好 OK 来 你只是喜欢强的嘛 对不对 对 右侧嘛 红火人嘛 要让他轮起来 对 要让他轮起来 OK 好 那为什么最近 AI 尤其是老AI 最近又突然转强 主要是因为OpenAI 这上礼拜又说了 我们Chair GBT for free 是免费的 那就间接带动了AI 去扩散到像是散热啊 或者说像是一些中低价的机壳 对 那散热啊 近期啊 其实族群起涨的效应没有这么强 对 那主要还是双红啊 就是自己在这边做一个非常强势的表态 那我们这边帮大家整理的一个 我认为的一些操作刑法 是 像是族群起涨是很重要的 因为族群起涨 大家一起涨 表示其实要更多资金去推动 那就显示市场的认同度更高 对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题材 有题材有热门 有人气才会有钱 再来第三个就是 这个其实可以当作是一个 安心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安心服 保底就对了 对对对 就是假设我真的追的不太好 价格可能有点高 但至少我知道 你基本面是好的 我如果要撑啊 我会比较有心心一点 我懂了安慰剂 对 安慰剂 可以这样讲 安慰剂 别的时候想基本面还不错嘛 对对 还可以啦 我OK 那最后呢 当然还是回归技术面 有些形态上转强的 我会比较喜欢 好 那么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双红这个散热大哥 双红这个860 是啊 台积电还在这边 他跟华晨现在比价 对对对 两个看谁充比较高 可是呢双红其实 这边你看到 这边才注意 才刚打出一个底部而已 所以他其实有休息过 这底部啊 非在天上的底部 对 我们这边 你看这边也打过底部 317那时候人家也说高 对 我这边拉上来再打一个底 你看他都是阶梯式的上涨 是 对 跟台积电有点像 阶梯式的上涨 然后再继续拉台 所以他不是 那个义无反顾往前冲 是 他会休息的 对 所以目前来说 其实我个人认为 形态上还是很健康的 当然有人会怕追高 那我们也就不一定要去追这种强势 那这边有公布一些营收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其实他三月营收是年减的 对 那不过他是月增 那这边其实算是符合法人预期 那在这边也有提到 累计二月每股盈余是 这个2.93是年增的 所以其实他整个营收还是在向上去带动的 等于说他的营收可能普普 可是他的获利状况不错 是OK的 对 结完税之后其实是OK的 对 那这边股价当然也持续做反应 所以这边当然了 也不是鼓励大家去 这真的就很高点了 那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些回落的状态之下 可能碰均线 然后回落又不出量的状态 我们再来去重新做介入 是 这个是双红的部分 不过今天双红我们是拿来做一个 这个引领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东西 就是让我们仰望的 就跟华城一直涨 我们就去看其他的重点 不然怎么办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接下来讲的就是这个 饥壳类 那也是属于老AI族群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讲到的是成名店 是 成名店其实今天也拉亮灯了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他这个营收 因为普遍本来就会都是下滑的一个趋势 因为也过年 对 然后工作日比较少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结合我觉得还算OK 没有到飞行亮眼 但是他们已经夸下海口 所以要干掉秦城 对对对 干掉大哥 夸下海口 对对对 那他其实他的这一个客户 其实有违影 有广达也有技嘉 那主要的这个四大云端的这个CSP 都有去做琢磨 那我们这个最大的客户呢 这个面书 也说了我会用力买这个GB200 他会用力的去买 另外呢他还有跟高利 高利啊 对有共同开发这个夜冷伺服器 那夜冷未来也是一个整个AI的主轴 所以他其实都有去做一个介入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技术面 主要还是技术面 陈平天今天呢是拉一个亮灯 对 那大家可以注意到 这里是有一个碰季线做防守的状态 对 那再来呢这个量啊 其实这一根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大量 对 所以短线上呢 可以有两个地方去做支撑 一个当然是前高 因为前高这边也是大量 对 对那既然这样子无痛啊 就直接做突破 今天突破 对对对对那这边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短线的支撑 基本上会在这附近啊 可能65块这附近 可以是作为一个短线上的支撑区 所以呢在这边刚刚做一个股价上的突破 大家会有一个疑虑就是说 啊我这个追高耶 我这个要去进场 追到一个新高点 对那我个人认为啊 他这边啊 刚刚去创高的状态之下 其实你看这边啊 也人家也这边也刚创高啊 对嘛 这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啊 形态上的转折的 对那这边也是沿着季线去做一个上涨 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担心 你真的我觉得哇这个我不敢追 那请记得他是新高高前高 对那新低也高前低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常讲的这个多头格局 对那既然是这样子 如果你不敢追 一样嘛回落均线 那在回落过程中 没有出一个太大量的黑K 那基本上就是回落早 买点去做介入 他有可能再回到季线让大家买吗 就是说回到季线 如果我有撑又是一个好买点吗 如果他能回到季线当然了 但是前期是他要回到季线 毕竟今天是创高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回季线 可能有点难度 机率有点难 对对对那也许可以去回到 比如说刚刚讲到65块 那我就试着去做一个进场的介入 对这个是那个陈明店 陈明店 再来是银广 今天也亮灯 没错银广呢 我觉得他的形态上更好看 是 对那我们先讲他的营收 他营收非常的爆炸 这边都是做了一个年增 都是年增 他连二月都是在年增 他的安慰剂比较够 对对对对 其实听起来好像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刚刚看到陈明店是做一个 这个年检 对可是我们银广今年 全部都是年增的 对那他的整个伺服器 营收来到40% 那今年是预估 他们公司 公司想要撑到50%以上 对做机壳做到50%以上 那在这边当然 他们整个的这个品牌 会以国内伺服器为主 对那受惠AI的伺服器 会成长由于预期 所以其实整体而言 这边我都可以 我觉得我都可以去期待说 随着AI伺服器那种需求 要越大 那这个做机壳的营广 能不能随着这个需求 也越来越大的营收 对 这边是可以 我觉得是可以去期待的 那他也没有夸下海口呢 他没有夸下海口 他没有夸下海口 但我觉得他的技术面非常好看 对也好像排很久了 对虽然已经20%了 老实说真的就是 其实 两根了 对以严格来讲 虽然20% 但人家今天才刚做了一个 形态上的转折 可以注意到这边是12月 那现在已经4月了嘛 所以他盘整了多久 他盆整了四五个月的一个大底部 那他 用这个大底部只赚20% 我个人觉得应该 不会这么没有野心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形态上是非常好看的 那一样不敢追的 我们都是帮大家抓支撑区 就是前高的位置 假设真的有做了一些回落 一样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量缩 第二个他这个支撑区有守 那我就去重新做介入 对这个是否一些 我就是不敢追踪涨停股的朋友 一些短线上 不会太大亏损的一些建议 好 好 再来呢我们继续看下来 好 这个是第三个 这是富华了 那富华的他的母公司是这个尾讯 对 那这边的营收啊 我个人觉得也还ok啦 也还ok啦 都是有做一个年征的 因为我们一二月一起看 它其实还是有年征的 那这边高密度的制服器开发 以Q1来看喔 出货量已经比去年同期好转了 已经见度 能见度看到Q3了 所以整个营收应该来 还是可以持续去期待的 那再来技术面上 我就觉得它一个 没有到 马上可以去非常注意的阶段 当然啦 你看这边其实刚第二天出量而已 所以量能其实很漂亮的 可是你看今天就稍微收了一点上影线 为什么因为这边有压力区啊 而且大量喔 对这边都是压力区 这里其实也是 所以这边压力区碰到的状态之下 我个人觉得这一个高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的量是最大的 所以呢 如果真的想去做介入啊 我会觉得你要嘛压回 你要嘛收盘价突破 那我再来看 我从那时候要怎么去找买店 那不过也ok啦 因为这边也是一个小小的箱形 那人家刚刚第二天出量 所以是有人想关注 只不过形态上 我觉得还没有到非常漂亮的一个 右侧的结构 那还是可以去注意的 列入观察 列入观察 没有错 好 再来呢 第二个就是这一个 第二个轮 那就是IC通路 根据我们这个世界的半导体协会 说到了 今年2023年 去年 会已经消负存 告一段落了 那这个年增率 会今年 会来到13.1%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 消费性产品终端做一个复苏 那再来 这是第三个 会有一个强者很强 那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化 供应面会重塑 那今天呢 我们先用大IC 来去带小IC 大IC有文业 有大联大 有至上 对 那这个是大哥们 那这些是小弟们 像帽伦 像琴雅 雅系上列 坚拳不亮灯 非常强 所以这边也是符合我的操作心法 族群有旗掌 题材有人气 那再来呢 营收其实也是不错的 我们等一下会讲 然后再来就是回归技术面 一样 是有一些相形整理突破的 对 这个都是一些 我喜欢操作的一些方式 对 那再来我们看到 至上应该算是三哥 对 那不过也是很强 他刚刚公布新的 这一个三月营收 三月营收非常厉害 168% 超历史新高 他其实主要是受惠手机的 这个消费性的复苏 对 那也OK 目前来说这个走势 今天也刚刚创一个小新高 我觉得他蛮厉害说 记忆体公司都还没他那么强 没错 他说记忆体通路却非常强 对 而且今天强我觉得是非常漂亮的 你可以看到 这边在做整理的时候 我们一样都是呈现量能萎缩 今天一创高 马上量能就bue出来了 对 所以整个形态上 都还维持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新高高前高 新低呢 也高前低 所以它是一个N字型的走势 所以我都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走法 对 那当然嘛 他很习惯这样子 创高之后 就开始又量缩整理 对 他很喜欢这样 创高之后 然后又量缩整理 对 所以明天我朋友开始量缩整理 对 但是他整个趋势是 做一个稳定向上的 因为他股本也比较重 不过整体来讲 确实是持续向上 OK 那再来呢 下一个呢 则是我想要去跟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是秦亚 秦亚的营收非常的厉害 这边都是100多%的这个增幅 对 那再加上呢 他主要是做CIS 就是这个感测远见 好 去年也一度很惨淡 对 但是呢 他其实在前一阵子 走势是非常强的 那他跟刚刚我们看到的 银广非常像 对 你看这边也是做一大部分的盘整 对 这边也是做一个超大的盘整 对 那今天才刚刚做了一个 压力区的突破 对 而且量能其实都有偷偷在放量 这边都可以值得去注意的 对 那有人就会说 为什么不在这边买 对 为什么呢 对 为什么不在回季线的时候买 为什么不在便宜的时候买 因为有个状态 是 不知道要等多久 对 他你这边要等多久 你如果在这边买 哇 那今天你真的 你这边会卖吗 不晓得吗 那你这边买 那你这边会不会就出了 因为这边很多上影线 也对 所以呢我会 觉得是 真的等形态拉出一个 右侧比较有力的状态之下 我再来重新去做介入 追求效率 对不对 没错 好这一个是秦雅的部分 好那再来呢 则是这个 红翼谷 红翼谷 好久没有人提到他了 红翼谷真的是比较少提到的 他的大哥是瑞 那个 那叫什么瑞玉 他是瑞玉的通路 对 好有亲戚关系的 没错没错 但是他的 我觉得他要看到合并营收 一二月的合并营收 还算OK 至少他 上面这个 2023年Q4 都是年减的 对 那至少今年开始 还是有做一些好转 对 那再加上他其实是 灰达的这一个 那个 伙伴 这边有一个 GMI Cloud 是这个 红翼谷支持的 云服务公司 对那他是首家 得到辉达认证的 云服务商 NCP 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 半AI吗 如果自己这一块的AI 就是 不是说那个 通路的这一块AI 对所以 这边可以去注意一下 他这边啊 我觉得会有所 去表现 因为 IC通路 其实他主要分 小型的 自己去标 然后可能这一个 四五个 四五档 大家一起标完 会轮到其他的三四档 去做表现 他其实有很常这样子去做 轮涨的状态 那他的技术面上 我个人认为这边啊 也是一样有一个 底底高 这边有个底底高 这边有个头头高 这边有一个小小的 一个上涨的趋势线 没有到很明确 甚至前高都还没有过 所以呢 如果刚刚讲到的 你真的不敢去进场 那种创新高的个股 那我个人觉得 红翼谷他也有一些 基本面的 加持啊 那在这几天 量缩 整理的时候 都呈现量缩 所以形态上我个人觉得是 还算健康的 所以大家如果要做的 有效率的话 烽火轮的选股数 要做对了 没错 这边非常谢谢艾伦 整理越久 有时候他涨的越多 因为他整理的时间这么长 不会希望涨个一根两根就结束 所以烽火轮的选股数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 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今天来到现场台股今天再创了历史 新高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的股市之一了 但是高档震荡 很多的个股产业在轮动 我们选择的时候 一定要让自己觉得有把握 三月营售一定要看起来喔 那希望今天理财单秀 对您投资有帮助 明天再会了 拜拜